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一个历史很久的宝石或者说珍贵的物品 根据历史记载 西元前大概六世纪的时候 印度人就开始有了钻石的交易 当然在人类的历史里头来讲 它相对还是比较短的时间 不过大家都知道天然的钻石形成的过程 也是吸收日月精华 经过在地里头高压还有温度的变化 几百万年才形成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 为什么讲新话题 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就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商戴比尔斯 今年初宣布了他要进军 人工钻石或者叫做实验室钻石 或者叫做工业钻石 这个新闻其实对国际的奢侈品 还有珠宝行业都造成了很大的震撼 因为两年以前 戴比尔斯还信誓旦旦地表示 他们绝对不会从事假钻石 就是非自然因素或者挖掘所形成的这种 钻石的这种交易买卖 他对于所谓人工钻石 工业钻石 合成钻石都不屑一顾 但两年的时间 他概念完全改变过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很有意思 这张图就是红色的是合成钻石 就是人工钻石 就是以前戴比尔斯认为假钻石 取代蓝色部分 就是天然钻石的比例 这个小的一克拉以下的 大概已经有25%到30% 被所谓的工业钻石取代了 那个中型的钻石 就是一克拉到十克拉之间的 有10%到15% 被人工钻石取代了 另外呢 10克拉以上的 已经有将近5% 也被工业钻石所取代了 你先想看 你要是戴比尔斯的话 你还要坚持以前 两年多前的原则吗 这个千万不要跟市场作对 所以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成立叫做Lightbox 就是光盒子公司 这个英文翻译中文 这家公司它就专门准备从事 人工钻石或者我们所谓工业钻石的 这个生产制造销售等等 我们看下张图 这个钻石的确是很珍贵 尤其越大科越贵 你看这个是柱状体 代表这个价格的标示 最右边一克拉的 根据最新的行情 大概是5500美元一克拉 然后如果你看最旁边 那个0.25克拉的 500美元都不到 大概300 400美元 就可以买到0.25克拉的这个钻石 所以大跟小之间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过长期以来大家对钻石都有一个印象 它代表坚真不移 它可以代表爱情 它可以代表国与国之间的盟约 它可以代表这个三盟海事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它非常坚硬 坚硬到任何目前所知道的 这个天然体都找不出 比这个天然钻石还要硬的东西 所以普遍来讲 这个钻石很长一段时间 被用在做什么 做切割 做工艺品加工 或者说手工艺品加工方面的一个工具 或者说是原料 那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开始接受钻石 也不过是近代的事情 大概明末清楚以后 大家慢慢慢慢才有觉得 这个钻石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 因为古老的中国都相信 玉比较贵 比较宝贵 把玉比作是这个象征君子 象征道德高尚的人 象征所有一切的好东西 所以你看那个中国字里头 有斜玉旁的 有玉之边的 都是好东西 都是好事 都是好人 你就知道 中国人对玉的这个评价 远超过其他的珍贵的矿产 或者说是这种宝石 中国有没有这个钻石呢 中国有钻石 根据这个世界这个钻石协会的统计 中国现在大概还是全世界 天然钻石第十大的生产国 每一年大概产量是20万克 而且古时候中国就有这个钻石 不过不多就对了 多数的时候都认为钻石 是从其他地方西域 或者说是蛮夷之地传过来的 我们看看这个明朝 这个最有名的植物学家 也是这个医学家李时珍 本草康部里面就有提到这个钻石 本草康部里面有一篇 是专门强调弹金石类的东西 本草康部不见得都是药草或者植物 它也有这些矿石 这个金刚钻 它里面怎么讲呢 把它称为金刚石 金刚石又称为金刚钻 金刚钻呢 其砂可以钻玉捕石 这个砂如果很细的话 它可以用来钻玉 钻玉就是做玉石加工 补石就是修补瓷器的时候使用的 大家都知道瓷器的硬度也很大 玉的硬度也很大 所以用金刚钻来进行玉石或者说瓷器加工修补的工具 其砂可以钻玉捕石固为之钻 主制 磨水涂 汤火山 还有另外的工徒就是坐钗服配 什么叫坐钗服配呢 就是做投钗 就是做衣服的这种配饰 比如说明朝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人用钻石当做装饰品 但是也可以用在医药方面 你把它跟水祸了以后 对不对 可以作为刀烫商药来使用 但是基本上来讲 我认为应该是蛮贵的东西 因为不多 不多的话自然就贵 但是没有人把它钻石当做一个非常热烈或者热情追求的一个奢侈品 或者商品来进行大范围的这种交易 外名歌的看法可能是当时的切割技术还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圆框的钻石都非常细小 细小怎么办呢 那就当然做其他工业或手工业用 做装饰的有 但是不会太多 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周密 他写的一个叫做齐东野语 什么叫齐东野语呢 因为周密这个人是济南人 济南人就是现在山东的济南 这个山东古时候就称齐 那济南大概在齐东这个地方 所以周密就写一个齐东野语 就是写一个野史 把民间流传的一些历史故事传奇把它留下来 它里面有提到 玉人公玉以横河之杀 以金刚钻搂之旗形如属史 清黑色如石如铁 它里面就有提到做玉的工匠 用这种金刚这种东西 中国人古时候称金刚钻 或者说金刚把它称作钻石 来进行玉人公玉 就是来作为加工的工具 做雕刻使用 样子就跟老鼠屎一样 黑黑的或者灰灰的这种颜色 表示它其实并不漂亮 因为你没有经过人公的这种切割 研磨的话 钻石的这个 这个美 不会呈现出来 相传 这个西域及回河高山顶上 听说是产在西域的高山 还有回河部落的这种地区的这个高山上 然后这个 这个齐东这言语里面还讲说 那为什么会取得它呢 是因为有老鹰跑到这个 在这个高山上猎食 吃到了这个 这种钻石或者金刚杀这种东西呢 然后排泄出的粪便 从里面提炼出来的 可见呢 这个南宋时代对于这个所谓金刚杀 或者说金刚钻 或者说我们现在所说的钻石 大家的认识 还并不是非常的这个深 或者说还并不是非常普遍 那中国最早提到钻石戒指 大家都知道这个钻石 大部分都拿来做装饰品 其实做戒指是最多 特别是这个男女订婚的时候 都要这个互贞这个 尤其是男方 要给女方这个一颗这个钻石 作为永久的这个纪念 中国最早出现了这个钻石戒指的记载 是在这个南史 就是南北朝时代的南史 大家都知道这个南北朝时代 南方是东晋 宋齐良辰 宋文帝的时候 就南朝宋文帝 这个刘毅龙的时候 叫做元家七年 这个南朝的历史里面 其实最辉煌的时候 最极盛的时候 大概就是刘宋时代的这个宋文帝 所以历史上有元家之治 这个南史里面讲元家七年的时候 有西南夷 这个前史献金刚子环 赤鹦鹉鸟 就是元家七年的时候呢 有从西南来的这个外邦 你大概去想想看就是现在的印度 这个派使者来呢 这个向这个宋文帝 敬献这个金刚子环 就是你可以晓得什么叫金刚子环 就是钻石的这个戒指 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明文记载 钻石戒指的这个文献 但当然一定是很稀奇 也没有 不过也没有被这个世代夫普遍的接受 所以并不构成这个当时中国跟这个藩邦或者其他国家 对不对 贸易的一个主要商品 所以一直到明朝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这个加工的工具 要不然就是这个 要不然就是这个所谓的做医药来用途 其实有人讲《诗经》里面有一句话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这个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这个他山之石如果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属于金刚砂金刚钻之类的东西 但是会把这个他山之石成为金刚 大概也是近代的以后 对不对才慢慢慢慢有在用这个词绘 就是把金刚 当然钻石这个东西是后来 对不对再传进来 从来把它给结合在一起 变成金刚钻石之类的东西 那多数的时候 这个中国人对金刚的概念 反而很多都停留在宗教上面 为什么 这个佛教里面大家都知道有四大金刚 金刚是什么呢 金刚就是佛教里面的附化 这个是从印度教里头传过来的 印度教里面有所谓的夜叉 我们现在讲母夜叉 母夜叉都想形容很凶悍的女人 其实夜叉基本的在印度教里的原意 是守护天神的神 叫做夜叉 佛教把它移过来 也会变成妇法的大神 就是金刚天王 或者说四大金刚 金刚神等等的 才慢慢运用到佛教里头来 大家都可以看出来 右边这个图是印度教的夜叉 也就是金刚的像 左边是佛教经常所讲的四大金刚 附化的使者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最有名的迦兰尊者 就是佛教里面最重要的附化 但长期以来 中国人对钻石这个宝石 其实概念是相对比较模糊 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不一样 现在这个世界地球村 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西方人开始追求钻石 也不过就是在十字军东征以后 才慢慢慢慢知道有钻石这个好东西 或者贵重的珠宝类的这种物品 但是会被大量使用的时候 其实还是进入到19世纪末 20世纪初了 尤其是现在全球最大的钻石商 戴比尔斯 从这家公司已经成立了将近100年 从他开始就有意识地 把结婚跟钻石结合在一起 透过人和人之间 工业化物质发达以后 追求生活精神上的这种奢侈 或者享受 这样的一个观念 或者说风潮起来以后 跟钻石的消费挂钩 把这个钻石的身价提升了 所以严格地讲 在这个20世纪之前 其实不要讲说是在中国 在全世界 钻石还不是一个 可以被大家普遍接受 或者追求的这个保物 那透过商业的包装 或者说是专业的公司 进行这种行销 所以钻石的消费量增加了 然后它的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天然钻石 它的每一年的生产量 大概就是400多万克 这个蓝色的部分 这个蓝色的部分表示天然的原矿 那红色的部分是经过粗略加工的这种原钻 这个加起来大概每一年 在商品市场 零售市场贩卖的钻石 大概就是400万克 大家都知道你那个钻石 从地底头挖出来 还要经过这种挑选筛选 然后经过这个人工的研磨切割 所以真正到市场上所占的比例 大概也不会就是二十分之一 也不会就是二十分之一 所以这个钻石的产生 天然钻石的产生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为什么戴比尔斯 这个时候发掘天然钻石的市场 会大量被人工钻石 或者我们所谓工业钻石所取代 大家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就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们发觉 中国这几年工业钻石的产量 突飞猛进 到2018年时候 估计已经有120亿克拉 的工业钻石 这个产至中国 中国的工业钻石 占了全球工业钻石产量的90% 而且品质越来越好 所以大量的 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工业的进步 尤其是精密加工 要大量的使用切割跟研磨的这种器材 所以工业钻石的需求量也增加了 那这一波的工业钻石的扩张过程中 中国是最大的获益者 当然也跟我们国家的工业水平技术 提升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知道 所谓人工钻石或者工业钻石 是到上个世纪 1930年代以后 才由俄罗斯人所率先开发出来 它道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碳元素经过高温高压 所形成的结晶 自然就会形成了钻石 其实这个技术并不是很难 只是说你要怎么大量化的生产 这个是比较困难一点 大家都知道 有没有听过一个新闻 现在鼓励人家 如果有亲人朋友的过世的时候 可以把它的遗体 火化以后 把火化所产生的这些灰 经过碳化处理 再经过高温高压 变成一颗很小很小的钻石 可以留在身边 做永久的纪念 这是一种最新最时髦的一种 一种怎么讲 一种伤脏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告诉大家讲一个事情 就是人工钻石的 或者工业钻石的生产技术 其实不是什么大机密 很多人都会 但是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怎么样把它大量的生产 而且还保持一定的品质 甚至于品质越来越好 现在的工业钻石 其实都是做工业用途 就是我刚刚讲 一般生产过程中 切割研磨所使用 假如有一天 有人利用工业钻石的技术 来生产所谓装饰 或者珠宝 或者说手饰的话 它的要求标准 可能又不一样 也就是说 你现在的天然钻石 被工业钻石所取代 但是现在的工业钻石 也不过就是工业级的工业钻石 假如有人把工业钻石的技术 用在手饰级的钻石生产上面的话 那对天然钻石的影响 可能更大 特别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 80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工业钻石的成本 比天然钻石还高 比现在有人估计 那个时候天然钻石的开发成本 一克拉大概是2500万美金 但是现在 当时的天然钻石的生产成本 也不过就是六七十块美金 但是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 天然钻石的成本越来越高 因为矿石的挖解越来越难 风险越来越大 反而是工业钻石的这个 生产成本不断的下降 所以回过头来 对于这个 这个天然钻石的市场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个是全球 现在天然钻石所生产的这个状况 这个最大的这个地区是俄罗斯 其实是加拿大 再来就是波扎那 还有一些非洲的这个国家 中国排第十位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是这几年来 这个钻石价格的一个走势 大概最高峰的时候 是在2011年跟2012年 这个万民哥记得2014年的时候 我还看过戴比尔斯所做的估计 他认为这个2015年以后 天然钻石的价格还会再涨 可是很遗憾的 2011年到达一个高峰以后 天然钻石的价格就不断地在下滑 这个下滑我刚刚讲的 还是来自于工业钻石的威胁 我们来看看 这两年来 这个天然钻石的这个走势 这个每下预况 而且修正的幅度越来越大 这个也反映出 工业钻石确实对天然钻石 所造成的压力是不可小细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戴比尔斯他所做的这个预测 这个有201620172018三个年头 这个蓝色的是天然钻石 这个深蓝色的是工业钻石 它的价格的这种差距 也就是说这个2017年的时候 对不对 2016年的时候 人工钻石比天然钻石便宜18% 但是到了2018 2017年的时候 哇 这个天然钻石在下降 人工钻石下降的速度更快 可能比这个天然钻石会少百分之三十以上 所以他认为2018年2019年以后 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明显 第三群里面有一个最下面的这个 叫做Label Light Label 就是实验室钻石 这就是戴比尔斯他计划所推出来的 这个工业钻石的这个价格 会比现在的价格 会比天然的钻石的价格 可能折价80%以上 也就是说只有20%的价格 戴比尔斯他的估计 就可以达到现在天然钻石 所需要的这种价格 还满足他的这种需求了 所以这个未来的冲击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整个来讲 这个钻石的市场 已经产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投资人里面 很多人其实都还有 都还蛮有钱的 或者蛮有消费能力的 相信有不少人 这个热衷于这种钻石 或者珠宝方面的这种追求 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 让大家注意一下子 这个未来几年 不要急着去买这个钻石 不管是天然钻石 还是工业钻石 它的价格都会越来越便宜 尤其当这个老大 全世界最大的装饰 手势类的这个钻石商 戴比尔斯 也要进入这个工业钻石以后 你就可以想见 这个钻石的市场 会越来越便宜 有人形容 天然钻石 就像是这个合理的冰块 这个人工钻石 就是在冰江里的这种冰块 比较起来的话 你认为哪个钻石 会比哪边的冰块 会更纯净 更明亮的 我这样子大家做一个比例的话 你就知道了 工业钻石的 对天然钻石的影响力 会随着时间的发展下去 随着技术的提升 越来越大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